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下个月开始要回归劳金法 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遵守劳金法 所以以后从下个月开始不会有负实处 我们会持续的监督 看看台北市立联合院会不会说到做到 作为一个标杆 不要再剥削自己的劳工 而国民党真的硬起来了吗 立法院蓝绿对抗 省前瞻预算 这个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再留子孙的前瞻计划 国民党有没有真的硬起来 但是许淑华的一巴掌 让蓝英的支持者欢欣鼓舞 高兴莫名 我觉得我心里最难过的是蓝英的支持者 好可怜 我们所期待的一个在野者 帮我们去监督 为我们讲出我们的话 那个在野党 反对党所应该表现出的样子 我们也要持续监督 执政者跟在野者 有没有各司其之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林玉芳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之前好 大家好 财经专家赖宪正 大家好 国会助理黄梓哲 主任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就是这个今天一掌 许淑华碰他的手 不管是右手还是左手 碰到了邱逸英 这个邱逸英就是一脚踹开 法务部长大门 然后最后法务部长 不敢告他的邱逸英 好 许淑华在今天一掌下来后 才早上发生的事情 下午已经电话接到手来 接电话干嘛 打电话竟然是来恭贺他 恭喜他来鼓掌他来祝贺他 还有人来关心他说 徐立伟你的头发有点乱了 要不要绑好法窟 法圈再上去 你可以想像的 我们不是鼓励暴力 可是我们在旁边看 我们看到的是 支持者内心里面 对于他所支持的政党 以及对于在野者 对于在野党 他内心的期待是什么 是什么 一巴掌终于打醒了 所有支持者心中的那一份愤怒 洪威你有感受到吗 这一巴掌基本上其实是把 尤其是来引国民党支持者 以及还有很多希望在国会里面 能够强力去监督 整个前瞻计划的人 真的是帮他出了一口怨气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包含之前的 前瞻基础建设 通过事上是一个就是 我觉得这是连哄带骗 国民党被骗了 我认为就是受骗上当 因为你从8年8800亿 变成4年4200亿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是换汤不换药 有人讲说 什么叫做换汤不换药 根本是原汤原药 只是要分两口来喝而已 接下来那么所提出来的预算 更是荒腔走板 我们再讲说 里面的预算 今天像江启成委员也谈到 里面好多都是电脑 我讲一下再请你讲 他说你特别预算 等于是救命钱不可以乱花 但是从预算书里面 完全看不到前瞻的眼光在哪里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我们昨天有讲到说 前瞻计划里面有两亿 是庙簿前 然后他还里面还有什么 故宫博物园的数位典藏 这不是年度 故宫博物园本来年度 就在那边的预算吗 国家图书馆添购电脑 这我们现在演至村大爆笑吗 各村里办公室活动中心 这不是应该各县市 各村里本来就应该有的 地方的预算 警官总顾问 这是外国 运动场操场 操场也是前瞻计划 添购电脑 改善停车问题 提升大陆品质 这宏威 博物园也算前瞻 所以你知道这些预算事实上 有些根本就是一个 连续续印算 而且应该是在原来的公务预算 像故宫的数位典藏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年 所以他原来都应该在 公务预算里面去编 但是他现在等于说是 又把他移到 就乾坤大那么移 他也许是移到前瞻建设里面的 特别预算 或者是等于说 就是拿来烂鱼冲速 像江启程委员讲到什么 这个礼办公室 操场 活动中心 什么停车场 这个显然都是原来各县市政府 他的一些年度预算里面 我刚刚 我们之前一直在讲 就是说你不得不让人家怀疑 这个是一个绑标的预算 那显然他可能是要加码演出 绑装 对 就是绑装预算 让绿营的县市首长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可以开更多的工 捡更多的财 然后就变成是 他的一个选举行程而已 那么像之前 陈移民委员也提到 像这个还有要补助 四大运营的转播 那也很离谱 因为8月30号 8月底才会通货的一个预算 然后要补助 所以现在这怎么叫前瞻 这是频频回顾 这根本是倒带 我们就说 这预算完全不前瞻 现在是倒带预算 回顾预算 可以编得这样荒腔丑的版 所以为什么今天 许淑华委员的一个呼巴掌 才会大快人心 行政院这一本 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预算书 胡编 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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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除了刚才我们刚刚讲了很多那些 有的 没的一些计划 本来就应该放在 这个公务预算里面 竟然把它编到特别预算 我还找到几个 也是很夸张的 包含什么你知道吗 里面客委会 我们知道之前 客委会现在最大的一个政策 推什么 浪漫台三线 浪漫台三线 跟我们前瞻基础建设 什么关系 他也放在这本预算书里面 那不是应该放在客委会 年度预算吗 而且他没有紧急 或重大事故的之余 所以说坦白讲 你放在这个特别预算 特别预算就要 For特别的事故 所以说这个不合理 那还有什么 刚刚里面有提到 友善自行车 他里面有一个计划 也编进去 改善停车问题 还有一个很妙你知道吗 有一笔编了5800万 我想说这笔 这么大是编什么 他竟然是 办理产业大用水户的辅导结水 去辅导大用水户去结水 辅导他要花5800万 我这个原文照灯 这是你预算书里面写的 所以你想想看 这种预算书的品质 这一种编列方式 立法院国民党 怎么可能让他过 所以今天真的抗争有理 我来补充一下 今天这个许淑娃在这个议场里面 委员在议场里面 跟邱颖有点肢体上的冲突 我在议场2楼亲眼目睹 我说真的 许淑娃委员 堪称是立法院的美女立委 神力女超人现在 对 没错 现在网路已经把它封为神力女超人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这个拍得到吗 今天许淑娃委员是穿什么裤子 你知道吗 他是穿迷彩裤 所以我今天跟一些记者 看到说委员今天穿迷彩裤 他可能是有备而来 所以果不其然 他今天就跟邱颖颖在议场 不过坦白讲 是邱颖颖先挑衅的 是他先挑衅的 对 他先去扯那个麦克风 麦克风的线 然后就有一些支离冲突 但是我要讲 邱颖颖这个事情 我说真的 不要忘记 过去他曾经踹法务部长的大门 大家只记得这件事 还有另外一件事是什么 他曾经掌裹 国民党的立委李庆华 打巴掌 是还被判了拘役 所以我是说今天 为什么大快人心 很多网民大快的人心 就是因为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他 他可能有一点报应 回到他身上 好 这个前瞻的荒谬 还不只是这样子 荒谬是在主事者 他起心动念 就是非常荒谬 因为林全还讲了 什么样的有趣的话 他说在7月12号他讲 智慧系统跟晶片产业 发展策略会议 听起来好复杂 好高级 好前卫 他讲科技要取代人力 未来劳基法可能规定 一天只能工作一小时 这也说不定 这是什么时候会 未来一天只能工作一小时 你也给他说清楚 我要告诉大家 我很有决心 但怎么改善我不知道 这不是我讲 这林全讲了 但怎么改善我不知道 在座各位才是专家 企业跟政府一起努力 否则第四次工业革命来时 我们还在计较加班工时 却无法改善生活品质 这每个字都是中国字 可是他在讲什么 林全你真的知道 你自己在讲什么吗 工总秘书长蔡连生说 听起来像风凉话 重点是政府你有没有 完整的规划来提升 劳工的智能 让大家赶得上科技的脚步 行政院长发言人徐国勇说 林全只在讲台湾很久以后 可能会有的发展 这只是打比方不是指现在 当然他是化妆师 但他讲到的 一个小时会只能 一天只工作一个小时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拿台积电做例子 台积电南科14厂 人机比从8寸厂的1比3 就是一个人管三台机器 到12寸厂 一个人管20台机器 然后现在是一个人管75台机器 而这个只是算是工业3.8 还不到4.0 因为他真正的还没有办法 做到完全的人工智慧 科学园区工会理事长 沈国荣说台湾少子化 东南亚经济崛起 输出劳工减少 5年以后台湾的产业 会面临缺工的窘境 业者不走向自动化 导入工业4.0 5年以后绝对会后悔 好 那你一方面是 你有所有的压力 你要越来越自动化 越来越走向AI 人工智慧 但是AI人工智慧之后 你这个社会需要的劳工 是什么样子的劳工 你这个政府帮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前瞻计划的预算书里面 搞这些东西 废委员没有 你问了题 这个讲得真好 如果林荃这个话是对的话 对 那我们看送来的预算书里面 有哪一项是符合他现在讲的话 换句话 你不是预算书有错 就是你讲的话有错 只有一个有错 他讲的跟预算书是两码事 因为预算书是要去铺薄油 然后给尿布 跟江南AI有什么关系 刚才您跟两位来宾讲的 所有的东西 其实都应该摆在年度预算 我再跟大家报告 他们昨天晚上才把很多东西送来 比方一个晚上 我昨天晚上看了很晚 大概他的纸项目里面 纸项目里面有很多很多 没有经过行政院核定 举例交通建设里面 35项里面就有15项 这个行政院还没有核定 他就敢把人印好 送到立法院来 以前发生过这种事吗 没有 从来不可能 行政院还没有核定的东西 就丢到立法院 包括以前陈志宾在案 他也不敢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有没有违宪 当然违宪 条例规定是一定要限过 让我来跟大家报告 我们再从另外两项来看 各位回想 昨天还是前天 行政院主计长说 他讲这八年下来 我们的GDP可以增加多少 0.1% 0.1% 0.1%是什么意思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一年的GDP 总值大概16兆多 不到17兆 我们以16兆来算 16兆的0%的意思多少 是160亿 我们八年下去 平均每年投资1000亿 我投1000亿 我的产出是GDP换了160亿 我不知道他们这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再跟大家报告 林权以前在他当财政部长 后来在野的时候 他曾经讲过什么话 他说前瞻 前瞻是再留子孙 他说他现在不会再留子孙 但是我们在回想 前三年 马英九几个税改 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替我们政府 每年超过1000多亿的预算 三年下来 当地是有4000多亿 昨天的报纸 还是前天的报纸 我们五月份报税结束了 去年就是报 去年的中和所得税 跟我们营业的营所税 结果两个都往下降 换句话说 我们去年的预算不会超之 你再加上你这样子栽留子孙 一次大手笔的这样子 花那么多的钱 我真的不知道林权 你以前讲的话是对呢 还是现在讲的话是对 而且我们的国力 被他这样折腾 以后通通是我们来承担 所以宪哥 这样的前瞻计划 之所以那一巴掌 会让很多人很振奋 是因为他说出老百姓的信息 而不是因为暴力 因为南京是一直被挨着打 所以这一巴掌 让南京觉得有一点提升士气的感觉 不过从林权的一个讲话 你就可以知道 现在的政府是外行在领导内行 而且他完全没有准备 我们知道工业4.0已经是未来20年 现在从德国 从美国 从中国大陆 从日本 大家都已经如火如土的 开始在迎接工业4.0 你今天你没有做好准备 工业4.0还是要面临我们 从工业3.0是电脑时代 工业4.0是软体的提升 在人工智慧 AI这个部分 我们看到第一个比如说AlphaGo AlphaGo它可以打败所有的期望 就是人工智慧 刚刚在讲到台积电 没有错 台积电子从1比3到1比75 台积电子是中阶的而已 因为它是产业的一些机器人 那未来还有更高阶的 比如说特殊的机器人 像以后 像微创手术 像那个达文西等等 那些人工的一个智慧还更高级 另外我们知道台湾老龄化之后 那么最需要什么 服务型的机器人 现在在医院里面你进去 包括那些护理师 包括这所有的搬运的一个工作 几乎都是有智慧的 叫做智慧型的机器人 就AI的机器人来做一个服务 那这个部分来讲 政府对这方面有没有用心 有没有用力 完全没有 我们看到所谓的八年八千八百亿 四年四千四百亿 那等于就一年一千一百亿 这是什么 这个国民党很猛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过去有一个故事 这朝三暮事 暮事朝三 那些狗子 狗第二天 欢迎死 国民党以为他打了胜仗 还不是一样 这只是一个算式的问题而已 所以目前你可以从整个 前瞻计划里面 包括的买电脑 修马路 送尿布 这些都叫前瞻 而未来真正的 不管是机器人也好 大数据也好 AI 人工智慧也好 完全没有 那这样的话 这个前瞻怎么会是前瞻 这个政府 这个执政者 他所在乎的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 愉快不愉快吗 12日 巴拉圭总统来访 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这两国是哪两国 不是台湾国跟巴拉圭 是中华民国跟巴拉圭 然后21响礼炮 总统在总统府的府前广场 欢迎巴拉圭总统 本来以前惯例都在 中等建议堂 改到总统府前广场 当然是为了 因为要避免成抗 然后所以临时更改地点 好 那个规格 我们就看到 以前的新公园 后来叫做228公园 三步一港 五步一哨 900多位警察 其实事实上 如果去看现场 应该觉得不止那个状况 然后现场是如临大敌 还出动火力随护车 步枪冲锋枪 步枪冲锋枪 这应该是反恐的规格了 总统发言人黄同燕说 国安单位掌握相关情资 有组织力量正在预谋 针对总统常态性公开行程 外国元首来访的行程 要怎样 然后南下高雄还考虑要封锁爱河 这个政府 我们台湾干脆直接宣布戒言 我听说今天在高雄 那个警戒的那个县 拉了大概一两公里 大概1.5公里到两公里这样 讲中正时代也没这样 出动了1000个这样一个警力 结果现场四位人听说才几个 才个位数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 我跟你讲最重要一件事 第一个冲击是国际形象不好 你知道因为这个外 我们每天都有国际上的大媒体 在我们台湾 只是他重要的讯息 他就采访 他就公布 这个东西 照片一定会传到国际上去 就是说你台湾 不是号称最民主的国家吗 为什么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 到你这个民主国家来访问 你要出动大批的警力 这个是铁幕国家才干的事 这是独裁国家才干的事情吗 可是媒体人还觉得这样还不够 还要格杀勿论 他在政论节目上面讲 周一寇说 如果像在总统车队或上空喷洒农药 有人要喷洒农药吗 或威胁到中华民国选出的 总统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应该就是要现场格杀勿论 我觉得讲这样话的人 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人 格杀勿论在民主国家 就是这个人必须被枪毙 都要三审定验 而且最高法院常常都发回更审 你看我们这死侵犯多少是这样子的 你在现场就要格杀勿论 就等于就地正法 求你那要多大罪 到目前为止有出现这样的情形吗 没有嘛 这些退屋修的军工教人员 非常的愤怒 觉得你总统花一亿多 去修你的官邸 又换这几千万的新车子 然后却随随便便的 把我们的年金这样给砍了 然后你说UNYT股要省钱 却变了8800亿 搞一大堆很奇怪的这样一个项目 尿布 对啊 好不前瞻 反而是落后的东西 然后你却现在这样砍年金 然后还这样对付我们 到目前为止了不起是什么 我没有看到什么 马总统在的时候 所受到那种待遇 那鞋子 丢了多少鞋子出来 那我们再讲好了 就不要讲马英九了好不好 我们讲小布希 小布希当时为了伊拉克的问题 人家哪鞋子丢他 你们看到 在大概十几秒之间 一二十秒之间连丢两个鞋子 小布希在那边躲 人家还说 这个小布希看起来身体不错 好像真的有打过棒球 或是学过拳击 你看一下躲左边 一下躲右边都躲过去了 美国人有没有就地正法 现场的美国的那些总统的随附 身上没有带枪吗 那些特勤局没有带枪 当然有 有没有人拔枪也没有 就后来把这个拉出去 就这样而已 那所以说你今天周一克说 你要格杀勿论 那条件是什么 只要靠近就格杀勿论吗 一百公尺外就格杀勿论吗 还是说拿着拆刀 拿着这个枪冲到你总统旁边 会有那种场景吗 不会的嘛 军公教这些人员是最安分的 你真的没有影响到他的生计 而且他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他是不会这样对付你的 丢丢鞋子 你就可以把人家这个格杀勿论吗 这只是一种报应 就是过去马上就被人家丢鞋子 被人家呈抗的时候 蔡英文讲什么 蔡英文讲说 马总统你怎么季节跟人民对话 这是蔡英文讲的 然后后来马英九到南部 被人家丢书还杂重还怎么样 蔡英文继续讲话了 说马英九到哪里 人民的声音就到哪里 现在人民的声音就跟着蔡英文 一样嘛 我说台湾很多情况 我们碰到的是一样的 蔡英文当然知道 他自己现在的不得人心嘛 不管所有的民调 不只中时TVBS 或者联合这些大的民调 甚至立营自己的民调 他现在大概都只有 二成几的满意度 他自己当然很清楚很欣息 那要碰到这些抗议的话 心里就非常害怕 所以林权出来替他讲话 然后林权跟他执行前瞻 就是准备要来 把所有的装脚都把它固定 这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嘛 那所以今天林权手讲的 跟蔡英文讲的一样 蔡英文说正如里面 我是最要推动这个计划的人 林权马上说我是很有决心的 但是我不懂 你们各位是专家里面才懂 要什么做我不知道 什么做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话都是呼应的 然后你再看林权讲话 林权讲 你们还在讨论 还在公时 将来可能一个人 一个礼拜都用不了一个时间 一个小时 一天一小时 对 因为我们现在在吵一粒一休 他这个是在回应社会上的声音 然后第三点他回应什么 回应说你们还在讨论加班会 要多少公时 这个在回应民进党党部的 因为有人讲说我们加班 然后你们又不依照 多少的薪水来支付 结果张文英的女儿出来呛 所以你可以看到林权所作所为 都是在替蔡英文讲话 可是你今天看到台湾的情况 台湾情况已经到了回忆所思了 在台北被人家 被人家呈抗成这样 整个所有蔡英文所要到的地方 那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 自从他在台北乎新冈 被人家丢了一个水瓶 他现在下了半死 还把国安局长找来说 我玻璃要被打破你怎么办 我很害怕 小女孩很害怕 到高雄也是被人家丢烟雾弹 丢水瓶 所以现在全台湾最安全的 只有一条路就是台三线 恋恋台三线 恋恋法国餐 就是蔡英文朝思暮想的 但是台湾能够这样吗 我跟各位讲 我们的第一期前瞻计划 编的议算1089 1089亿里面有363亿 是编在城乡建设 林权为什么对好民意那么不爽 他跟好民意聊天的时候 好民意问他说 你们的计划里面本来有 立人 水环境 数位 还有轨道 为什么后来会 多了一个城乡建设呢 林权说因为这个就是 我们的政治考量 政治考量是什么 就是要买绑装嘛 绑装1089亿 现在活脱脱的上面就编了363亿 所以你看到什么包尿片 练练台三线 有没有 那地方的铺马路 道路工程品质提高 什么活动中心那些 那个就是城乡 那些城乡 那些绑装的 然后眼看着一边砍掉 公教人员 包括警察 他们的退休年金 然后一方面花这个钱 所以内政部长还要去安抚警察 跟着警察陪他上靠山 然后警察还要停止休假 我们来看现场荒谬的 我们来看现场荒谬的 内政部长叶俊荣要去慰绕警察 就是在三读通过之后要去安抚警察 然后就唱靠山 很奉势吧 然后警察为了内政部长大长官来 所以大家要休假 被叫回来停止休假 陪他唱这首歌 在这个时候 政府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你最起码应该是老实一点诚实一点 可是这个政府向来不诚实 连巴拉圭总统来讲话现场翻译 都立刻给你篡改 他不只篡改教科书 不只篡改历史 连此时此刻的事都立刻篡改 7月12日巴拉圭总统 他演讲的时候他怎么讲 他说巴拉圭人跟台湾人一样重情义 对于历史上捍卫国家尊严的先烈 与爱国人士 向蒋介石均感念在心 我觉得他好像在教训民进党 然后向蒋介石均感念在心 蒋介石带领中华民国政府 在1949年迁移到台湾 发展民主自由 有尊严的主权国家如何 两国邦誼自蒋介石起 多年来不曾改变 他是不是有偷偷看台湾的网路 知道重要的事情要讲三遍 我们会不会主动跟巴拉圭断交 因为蒋介石 可是现场翻译的名字 名字一定要记得 叫做王秀娟 三句蒋介石都自动消音 而且用中华民国 或者故意把它翻成 建立中华民国的诸多伟人先进 就这样带过去 怎么会这样呢 好 陈建仁前外交部长他就讲 他说奇怪 对方领导者来这里演讲 一定演讲稿先给你看过 所以你不可能是现场临时 才自动消音 你一定早就知道有蒋介石 然后你怎么会翻成这样子 是不是有人交代你 故意不要翻蒋介石 蔡正元他说 蔡英文的翻译 不翻译蒋介石的名字 如果这样的话 以后大家讲蔡英文 也自动改成那个人 以后我们就不讲蔡英文 就讲那个人 当然他是讽刺 我们不会这样做 外交部当然讲说 那个是肉意 我们内部会检讨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我翻译给各位观众看 这个就是欲概迷彰 就是不说实话 屏蔽的事情只有这一件吗 因为屏蔽我们都知道说 有些比如说在大陆 有些字眼觉得敏感的话 他自动会用电脑 自动把你屏蔽掉 结果台湾也有 台湾有人脑屏蔽 蒋介石就变成中华民国 诸多伟人 国父遗嘱一碰到三民主义 也自动跳过 无党所踪也跳过 我们的辛克刚 碰到开罗宣言也跳过 碰到中国也跳过 旧金山合约全部都跳过 九二共识也跳过 七七抗战 台湾光复 慰安复被迫 全部都跳过 我们的政府好自由 执责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坦白讲我每次看电视 如果电视会消音 一般是什么状况 三字经 对 不雅的字眼才会消音 结果现在我们的蒋介石 竟然被消音了 对外我们是非常没有外交礼儀的 丢脸丢到国际上 人家巴拉圭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对内呢 你事实上是欺骗台湾老百姓 欺骗台湾人民 在民进党的心目中 难道蒋介石是不雅的文字吗 是脏话吗 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我说真的 大家可以对蒋介石有不同的历史评价 可是蒋介石过去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元首 这个历史不容否认的 而且最好笑的是什么 在外交部的网站里面 我今天特别带过来 外交部的网站里面 这个还是新的 2017年6月20号才出来的 台湾的国际法地位 它有一个缩帖 它就是主要用来说明台湾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然后讲了一些关于一些历史文件 里面其中有一段文字我念给大家听 它是引述1950年杜鲁门总统发表了一个演说 它说美国政府于1915年7月26日 签署的波士坦公告里面 宣告开罗宣言的条件英语施行 这个宣言的条款于日本投降时接受 为日本接受遵照上述宣言 福尔摩沙移交给蒋介石委员长 蒋介石是出现在外交部的网站里面 出现在他的缩帖里面 那请问为什么要消应 所以我觉得坦白讲 就自己打脸自己 那当然为什么大家心里很明白 他就是什么 去讲去中 所以我的解读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台独意识形态的小宇座 小宇宙正在发光发热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是低级的错误 就是对外 我们是非常没有外交礼仪的 丢脸丢到国际上了 人家巴拉圭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对内 你事实上是欺骗台湾老百姓 欺骗台湾人民 刚才之前说 我们要记得这个王秀娟 但是以现在蔡英文政府 这样的一个去讲话 我认为今天不要说是王秀娟 李秀娟 黄秀娟 什么秀娟 恐怕通通都要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想想看 这整件事情 怎么会如同外交部所说的 这只是传议人员 她的一个疏漏呢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 这个王秀娟 她不是一个菜鸟 她不是菜鸟翻译 她历任了三位总统 包含从陈水扁时代 马英九时代 到现在的蔡英文时代 而且她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听说好像是唯一最主要的 专门翻译西班牙语的 所以她不是一个菜鸟 所以照理讲 她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而且犯错误 犯三次疏漏 怎么可能 所以只有 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绝对是有长官的受益 如果没有长官的受益 她胆敢说 碰到蒋介石 她就自动跳掉吗 对不对 而且那是脑筋要运作 我们做过 我英翻中或中翻英 最简单的做法 就直接 张开舌就翻了 你要把它化成其他的 你脑筋还要转一下 建立中华民国伟人 所以这个当然 所以我就说 因为她不是菜鸟翻译官 她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另外一个 那真的她就是揣摩上意吗 那是什么样的环境 让她揣摩上意 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无论如何 我觉得这次巴拉圭总统 来台湾访问 本来我们应该分风光光 你签一个协定 都是很好的事情 结果一个大型的为安 让我们真的很丢脸 这么大阵仗 然后根本没有什么抗议的人 昨天也没有抗议的人 今天抗议的人也非常少数 然后另外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 把这次我们本来巴拉圭总统 来台湾访问 所有的光芒全部都盖进 只是让我们真是丢脸 丢到国际上 巴拉圭跟我们建交60年 60年谁跟他建交了 就是蒋介石老总统 那巴拉圭的总统 卡提斯为什么要讲三次 我们台湾有一句话 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 结果被他们屏蔽了三次 那这个是代表什么 稿子也看够了 也知道他要讲了 不好意思去跟他讲 为什么卡提斯要讲 因为整个中华民国金马台澎 这是蒋介石保留下来的 他那时候唯一没有沦陷的 那时候大家想想那时候的场景 民国46年 第二年就发生823炮战 对不对 前面几年就发生古灵头 金门炮截大战 所以那时候战争的情况还在打 就是一个这样的强人 然后让他们整个巴拉圭印象非常深刻 那所以他讲他认为 他知道蒋介石应该是个民族英雄 那他认为讲出来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外交部认为有问题 我们自己把他弄掉 我们其实就是在奉承蔡英文 跟他的民进党 那所以你今天变成国际消化 你说巴拉圭自己会不会 会不会把他放在心上 绝对会的 这个国家怎么是一个刻薄寡恩 建立忘义的社会 蒋介石对台湾的民主 对台湾这个国家 这块土地的贡献这么大 怎么被你们践踏在脚下 那台湾是可以作为一个 巴拉圭的忠实盟友吗 这个恐怕心里要打问号 美国在台协会的主席默建 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 是非常困难危险的事情 他讲这句话的一个场景 是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要求美国海军军舰定期访问 而且停靠台湾港口以后 莫建会讲这个话 我一点都不惊讶 我也觉得也差不多就有人 要出来讲这个话的时候了 我在中间已经讲过了 我一开始有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台湾媒体有说搞不清楚 又有侵律的媒体 好像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以后 好像就已经通过了 还有院会 这种涉外事件 外交委员会的影响力 比你军事委员会还要大 而且众院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行动 参议院诸位即使一起通过 他们要坐下来 要找出一个共同的版本 不管怎么样 你在军事委员会 参议军事委员会通过 以后美国国务院就是准备要出手了 剩下只是找一个时间而已 很简单就是 你家墨健今天讲了什么话 几个要点 第一个 你刚刚讲的当然就是很困难 而且危险 这里面台讲 这还有很长的法律程序 就告诉你 现在只是你参议军事委员会 第二个他跟你讲 这个是国会的意见 对我们行政部门没有约束作用 就是这样 就告诉你 其实对我有点告诉你 参议军事委员政府 你们有没有人在美国的国会推动这个事情 帮忙推动这个事情 我美国是非常清楚 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很长的程序 我们还没有要出手呢 我现在出手 他讲了这句话以后 第一个 如果我不知道 如果 我当然听到一些什么 如果我们有人在国会活动 要推这个事情 你自己要自然而退 因为你这个都即使被你推过 美国行政部门会把这个账会 算到你头上了 我讲一件事很简单 你记得墨健 在2003年的时候到台湾来 当时就是到了官邸 建了陈水扁 那一天的气候是非常快的 墨健是修理陈水扁 也是讲得非常难听给他听 他说我们所谓的 不能破坏台海的现状 不是只有国企国歌 还有国号不能更改而已 包括你所谓的防御性公主 都不可以办的 在上个礼拜 我就直接的拖掉329辆 那这些329辆 他就规定 如果三个月没有来领的话 你来领88块的手续位 再加20块的保管位 如果三个月没领 我就直接给你开卖 那现在拖败那边就抗议 所谓的维持现状是 连防御性公主都不可以的 所以Moriati 三度告诉了台湾这件事情 跟陈水扁当场讲这件事情 陈水扁现在有数 所以后来防御性公主 你没有发现 它的名字其实很奇怪的 它叫什么 要不要买 采购 对抗弹道飞弹的那样的系统 那这种东西哪有办公投的呢 就是因为美国早就警告 Moriati到达以前就警告 Moriati这个墨建 以前就是AIT 在台北的政治组的组长 那个时候我就认得他 他也来看过我 他太太也在AIT上班 他后来就到了北京 当了公使级的这样的一个参战 北京大使馆 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后来回到美国白宫 就国家安全会议 当亚洲部门的资深主任 接着又出任尼泊尔 还有什么另外一个 孟加拉的这样一个大使 然后现在当AIT的理事主席 大家不要搞错了 虽然他像他的前任薄律光一样 是所谓的退休的外交官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 他是完全是接受 美国国务院的指挥的人 薄律光不是薄律光 墨建要讲了任何的一句话 一定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 另外美国国务院要他讲的话 要他做的事 他非做不可 你觉得薄律光以前在的时候 每一年大概十月间到台湾来 大概待三天 有一个晚上大概就是我款待他 介绍一些人 大家一起吃饭这样 你以为是他自己要来吗 当然是国务院执事你去 就是写报告 过去的这个十个月一年 台湾的事情是怎么样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没有 所以今天墨建出来讲话 不是代表AIT以理事主席的身份 出来讲话 他就代表美国国务院 再讲难题一点 他就代表川普政府 代表川普本人 他就告诉你 这个事情我不可能做 而且各位想想看 改善美国给我们的军事关系 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喜欢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我们台湾美国务联益会 这个费委员跟我也一样 我们都有去过 那我们到了美国国防部 也跟美国国务会的议员见面 也跟国务院的官员 在AIT的大楼见面 我们也希望提升 两国的军事关系 但是你要搞清楚一件事 这样美国行政部门 高兴愿意的情况之下来做 你现在用这种做法 你等一下逼美国的川普政府 跟中共对干 对美国行政部门来讲 这件事情是云不可及 你会破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我怎么再去处理 北韩还有很多国家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 蔡英文政府要晓得 我那时候我就讲 高兴五分钟就好 因为这个事绝对做不成 第二个最好不要做成 做成以后不是两岸关系 震荡的问题 是川普政府会把这个账 拴到蔡英文头上 我们台湾的 要进一步要更倒霉 外交也好 两岸也好 所有内政也好 所有迫在眉睫的问题 他有报 他没报 今天就有两个 很重要的新闻 其实是跟我们切身相关的 也是跟未来有关系的 可是我们的政府 不管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注意到了吗 憲哥 一个是跟脚踏车有关 一个是跟计程车有关 可是又跟未来有关系 这两件事情怎么样 发生怎么样 我们看脚踏车 这种共享经济 在未来五年到十年 在全世界会非常的流行 因为它最高的原则 就是珍惜物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以前我们有Ubuy 大陆有Mobile 最近有一个Allbuy Allbuy它的背后的一个金主 就是新加坡东南亚 最大的一个游戏公司 另外也有大陆的一个资金在里面 它把台湾当作一个四点 四点最成功的就在台东 它花了400辆的一个Allbuy Allbuy 400辆 每天每一辆 它的整个周转率 可以到五次 前15分钟只有两块钱 所以它在台湾做一个四点 比Ubuy便宜 对 但是在台北跟新北 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台湾最多的是摩托车 摩托车本来你在上下班 你现在在台北是要找到一个停车位 都已经是登天之难了 现在这一些Allbuy 因为它乱摆 因为我们知道 Ubuy是有机装的 Allbuy是没有 它是靠这个卫星定位的 所以很多人就可以把 这个Allbuy扛回家 那甚至就在12楼 13楼上面 然后它就是有用的时候才用 所以现在造成一个 一片的一个乱象 那新北它就采取了一个铁碗的措施 在上个礼拜我就直接的脱掉329辆 那这些329辆 它就规定如果三个月没有来领的话 你来领88块的手续位 再加20块的保管会 如果三个月没领 我就直接给你拍卖 那现在Allbuy那边就抗议了 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 为什么你台湾不可以 所以目前来讲这代表什么 代表未来整个 不管是网络的世界 我们刚刚讲的人工智慧 未来工业4.0里面 你现在这种民国39年的法令 你已经跟不上法令了 那势必我们要去检讨 我们要不要接受新潮流的东西 我们要不要更改法令 还是我们要用另外一个 约束的来约束它 新北市朱立伦他是很有魄力 7月10号他就讲 他宣布很多地方 在交通最繁忙的地方 停车位很少的地方 我不准你放 可以 有划红线 他的逻辑是 因为现在是只有机车位 机车位是停机车的 那脚踏车是停脚踏车的地方 可是欧拜他把它 站住机车位了 所以他觉得你违法 我当然说脱掉 所以很有魄力 那同一时间 台北市的柯文哲市长 他说共享经济应该管理 而不是禁止 话讲很漂亮 那欧拜停在基曼车阁 台北市暂时不处罚 在禁止停放区会脱掉 然后今天开始已经脱掉 两小时脱掉57辆 所以新北跟台北市 一个法律 其实已经两种做法了 欧拜的回应是说 每一处的停车格我的投放 不会超过该区总投放的 停车格的格数的25% 以这个为原则 这个是欧拜 另外一个共享经济 就是欧拜在台湾 因为他没有符合现在的法律 所以他被罚款 罚款他又不缴 所以就out了 现在台湾出现一个taxi go 我们本土台资自己成立的 线上轿车平台 它跟Uber不一样是什么 是参加的全部都是有营业 职业执照的合法的计程车司机 跟车行 所以法律没问题 然后脸书跟line都可以用 这个会成功吗 以这个来讲成功的机率会比较大 因为我们知道Uber它本来是用自用车 很多的一些有钱有闲的人 他是利用Uber去认识人 甚至去扒杂音 他用这样的心态 现在不是全部都是用营业车 我们国内有规定 营业车你要有营业执照 营业驾驶 你要有另外再考一张执照 所以他是合法可以上路的 利用APP的平台来去叫车 有点像大陆的打滴一样 现在像香港也是 他可能未来会走这样一个路线 也就是说你现在符合中华民国 它规范的法令 我是所有的这些可能 比如说以前我们是自用车 我们是自己拍照的 我没有加这个台歌大 也没有加另外一个车队 现在我们大家就利用这个平台 一个共享平台 然后我们1000辆 2000辆 他听说现在已经2500辆了 所以如果以2500辆的话 能够增加到1万辆以上 它的影响力就会出来 对我们在打车的人 我们在叫车的人 它的方便性就会出来 这个就也是未来共享经济的一环 共享基金应该被鼓励 但是同样的 你不能以共享经济之名 认为你应该享受特权 就是人家要缴税 你就不需要缴税 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人说共享基金应该被禁止 甚至应该做辅导和鼓励 比如说刚刚讲说 Uber它最大的问题 当时包含就是说 你的缴税的问题 还有就是你有没有像这个 同样在营业 你要有这个营业登记的问题 所以你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 也就是共享经济应该被鼓励 但是同样的 你不能以共享经济之名 认为你应该享受特权 就是人家要缴税 你就不需要缴税 这是不可以的 同样的 OBEC也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当请问一下 Uber它也是共享经济 可Uber是有经过管理的 而且这业者 业者要付全力金给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的 等于缴税了 对它等于说你必须要有代价的 可是为什么现在OBEC 因为它占用了公用资源 刚刚在讲 这些停车位空间 它可以不用管理 但是它以这个所谓的 租车业的名义 大家都知道没有错 我今天开一家租车公司 我并不需要特许 可是我的这些车位 我自己应该要准备 不管我是假地租假地环 或假地租乙地环 这个是我应该要准备的 这些相关的资源 如果你只占用资源 却不负责任的话 这个是我目前讨论 说为什么要取缔的原因 这个UBEC它要付钱利金 而OBEC它不要付 所以说如果说 这个柯文哲这种逻辑的话 我是觉得除非它是 完全免费的提供 就像UBER刚才红卫讲 其实这还有两个观点 一个是税 还是个风险 就是当发生了意外的时候 这风险谁来负担 结果UBER就推给 那个开车的司机 这个东西就要讲 一个公平 一个公益 一个风险 一个税的问题 我想柯文哲的想法是错的 朱立的想法是对的 朱立伦 得分 柯文哲要扣分